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4月4号 时光磊是彻底的怂了 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想骂他的欲望了 因为你看他今天的视频 特别的客观 他有一点点可能是看法不一样 最多只能说看法不一样吧 但是已经非常非常的客观了 可能是他楼上出现了这个疑似的病例 为什么说是疑似 因为据他说 纽约市不给刺 所以说打脸的节奏 打脸打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当时骂中国的这些东西 现在一一回应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所以说我估计这个人还有点 可能是有点脸吧 也不能说有点良心 有点脸 但是他这样我们也蛮欣慰的 就是说你报新闻 我觉得你实事求是的报新闻 然后评论别那么偏 我们还是很需要这种媒体的 对不对 国内确实是存在着这种 就是说媒体不太自由的情况 所以说这样挺好的 时光磊你加油 这次是真的加油 别走上之前那种老路了 我们这一期呢 讲讲这个美国他的疫情 为什么会爆发的根本原因 然后顺便说一下方斌 陈秋实和李泽华 好吧 美国这个疫情为什么会爆发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现在我们算是开了这个上帝视角 但是无论各种各样的理由 我觉得这都是片面的 但是今天出会想明白了 美国疫情为什么爆发 就是说当时欧美 欧洲在看中国的时候 疫情爆发了 他们为什么不慌呢 他们为什么没防控住呢 就是在他们眼里 中国人啊 你腿子呀 那就是个烂国家 那就是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这种老牌强国 发达国家 还能控制不住疫情吗 所以说被病毒打脸了 到了美国的时候 美国想 中国爆发爆发吧 欧洲 操你妈了个逼的 你们欧洲 你们这些意大利 英国 德国也配叫强国吗 老子才是强国 你知道吧 老子才是唯一的发达国家 到时候 疫情来我们美国了 我们让你们看一眼 什么叫这个能力 什么叫绝对实力 然后也被打脸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吧 你可以讲一千个一万个理由 但是 美国今天 疫情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 自大 就是说阻碍人类进步的 不是无知 而是自大 美国太自大了 这个事呢 为什么我会得出 这么一个小论坛 昨天看了一个新闻 这新闻太有意思了 给念一下 就是呢 今日共和党参议员 柯顿霍利提出了 李文亮 命名的法案 赋予了特朗普总统 取消歪曲 或故意隐瞒 公共卫生紧急信息的 外国官员赴美签证的权利 美国还建议特朗普总统 向李文亮颁发 总统的自由勋章 然后呢 这个新闻人家问 华春莹女士是如何回答 其实看完华春莹女士的回复 我突然觉得 原来美国爆发的根本原因 是自大 华春莹女士的回复也超级的屌 我们来看一下 华春莹说 我真不知道美国这几个议员 是怎么选出来的 他们整天不务正业 如果在中国的时候 可能老早就被中国人给要求撤换掉了 谁说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事实 你看美国已经到今天了 竟然还提这种法案 臭你妈那个逼的 你没点正事干吗 你纽约现在都已经变成什么情况了 你死过了 你现在都快被感染了 你搞点正事不好吗 哎 你说脑子里面都是死 装 不能说都是死 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 真的是一丝半回改变不了了 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美国人的自大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但我们要从他们身上来吸取这些教训 你看我们看印度和美国看文是一样的 所以说挺好的 自大挺好的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三位公民记者 方斌李泽华 还有陈秋实 这三位公民记者 所以我们得分开说 你把方斌和李泽华 放到和陈秋实一个位置上去比较 我觉得这是对陈秋实的侮辱 然后呢 你把李泽华 放到和方斌一个角度上 去比较的话 我觉得那你是 你是看不起方斌 还是看不起李泽华呢 是不是 这三个公民记者不是说 现在判了吗 判了的话 陈秋实是一年 然后方斌是五年 然后李泽华算是居家观察 是吧 半年 先说我的观点 方斌呢 我们先说方斌 然后再说李泽华 然后最后说陈秋实 因为陈秋实和他们真的不一样 我们先说方斌 方斌的话 我觉得吧 其实他这五年是判得稍微重了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不是说方斌 方斌怎么说呢 就是他五年 你说重也不能说重 但是按我个人来说 确实是重了点 因为我们真要追究他的话 他那是颠覆国家 他真的是颠覆国家 就五年根本不够看的 我觉得你判个终身 他都没有任何问题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还要实事求是的看 方斌这个人 他的 他是个魔争了 你知道吧 他是个脑子 精神不太正常的人 你看他那个 他发的那些视频 里面用的那些手机 就是他那些手段 都是很低劣的那种造谣的手段 所以说呢 这个人就是一个被轮子洗脑的 一个算是一个傻逼吧 所以说你说就这种人 判他五年呢 我觉得确实是 倒不能说 不评价吧 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的可怜 帮轮子造流量 然后被轮子无情的甩开了 所以说呢 挺可怜的 挺可怜的 这里只说一句吧 轮子操你妈了个逼 我们就要说李哲华 其实李哲华 我觉得他的问题 比陈秋实也那么多了 他不光是做了 这些和陈秋实很像的事 但是他有没有造假 他那些 他有没有群众演员 这个东西查不出来吗 而且如果说陈秋实还有点 就是不能说有点吧 陈秋实确实是 我们现在无法判断 他是居于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我只能说无法判断 那李哲华 我觉得我可以很清楚的判断 这个人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 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然后事情做的也比陈秋实更过分 凭什么你只判他半年 我觉得操他妈了个逼 这个逼 国家说了算 那我觉得判半年真的 你判他五年不好吗 把方斌判半年 我觉得教育半年就行了 方斌那个傻逼 你把他教育清楚了 给他录个视频 感激涕零的那种视频 对不对 但是话说回来 方斌这个人 你能不能把他给拉回来 确实是很 我持怀疑态度 被轮子洗脑洗得太重了 接下来说一下陈秋实 陈秋实这个事呢 真的是不好评价 就是怎么说呢 一年寻衅之事 判他一年 我们一会再说吧 我们先说我对他的一些看法 就是说从陈秋实 他的视频 这些水平上来说 我觉得这个人太牛逼了 你看 在武汉 也是待了蛮长时间的 你说他有越过红线的位置吗 至少我可能是关注的少 我没 我没发现 他能够 就是说他出现了这种 越红线的行为 其次呢 就是说 关于他这些视频的一些说法 你可以说他很客观 但是这个可能和我的看法不太一样 我觉得他那个不算客观 因为你看在武汉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都在骂政府 又气又恨的 然后呢 但是紧接着 我们又看到了武汉政府 不能说武汉政府吧 就是说很多党员 为武汉援助 包括这些志愿者 对不对 看到我们也是很感动 特别是那些医护人员 在天河机场 汇集的时候 真的是 都流下了眼泪 感动的 然后在物质方面 你说 红十字会 天动人员搞的 对不对 但是在另一方面 你说韩红基金会 是不是也是 韩红都累瘦了 这些志愿者真的是 也是 包括陈秋实也说了 中国人 你看他们都是在号召 但是呢 哎呀 怎么去投送物资 他们又吵起来了 但是陈秋实后面又赔礼道歉了 就是说这些东西 我们都应该实实在这里看到 就是说 是不是有不好的地方 有 但是是不是有很好的地方 有 但是你说你陈秋实连线BBC的时候 你真的做到客观 你不带个人情绪的去看待整个武汉了吗 我觉得没做到 没做到 所以说呢 你说陈秋实真的客观吗 不客观 这可是我觉得他的立场可能是 不是像他说的那么客观 第三个吧 就是关于李文亮 李文亮就是 陈秋实不是说李文亮这个事情吗 就是说 李文亮说他看到了东北湖 然后呢 实际上这不是东北湖 这是华南湖 那你能说李文亮是造谣吗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 他这个例子说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概括 但是呢 如果你真想客观的话 我们还是得说 就是 就是 这个政府的立场到底要摆在什么地方 政府 是不是 以稳定 以发展 这两个前提压倒一切来看待问题 你可以说是 这个政府的立场不人性化 不好 牺牲了一些像李文亮那种英雄 但话说回来了 那你能给我提供一个更好的立场吗 就对政府来说 更有效率的一个立场吗 没有的 你们看 欧洲是这个样子 美国也是这个样子 包括这个 台湾地区也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你为了这个社会的稳定 言论自由在这方面是真的要做一些牺牲的 这个观点呢 我觉得石头 石光磊 今天在他这个关于 关于任志强的一些 那个那期视频里面的一些看法 其实表述的很好 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美国真的也是这个样子 是吧 你看 他如果说他真的能做到像 像美国人说的那样 或者说像陈秋实理解的那样 一个民主的国家应该是怎么怎么样子 那美国也不会走到今天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陈秋实这个事情呢 真的是不太好评论 我觉得坦克猫老前辈说的特别特别好 就是陈秋实这个人呢 他是次媒体里面最牛逼的存在 就是他的很多话术和行为 在这个红线的边缘里面 我可以做到无限的接近那个红线 然后呢 无懈可击 但是呢 他最终得出来的结论 就是都是为他服务的 然后呢 具有非常非常强的这种 煽动力 这种人呢 杀伤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不是否定陈秋实 我只是说这种人确实需要存在 因为这种人对共产党能够起到一个极大的监督作用 这是我希望看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不希望你把这些能力 放到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 对吧 你说你在武汉 武汉的时候 如果说你真的做到了公正 全面的去评论啊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 如果说还基于自己的立场的话 那你批评的 或者说你的这个批评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国家都快 当时都是真的是国难当头了 都已经变成那样子了 还要你批评吗 国家谁没在骂呀 你看当时知乎 你看豆瓣 你看微博上 全部都是在骂的 那你这个时候 你还在去引导这些群众的 这种情绪 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你公正客观的时候 就是国家向左走的时候 你往右拉 拉一下 国家整体向右走的时候 你往左拉一下 我觉得这对国家是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我最后说一下这个结论吧 判他一年 判他一年 从我个人情感上来说 我是支持的 但是从理想上来说 我觉得反而不太支持 因为我没看到他 哪些越过这些红线的行为 他毕竟也是个记者 是不是 你要想判他一年 寻衅知识 咱也不是记者 咱们不知道这个东西 到底合不合理 但是陈秋实知道合不合理 对不对 很多记者朋友 知道合不合理 所以说呢 你判他一年的话 我希望 我希望是你能 把整个事情判得 无懈可忌 让陈秋实也无话可说 他不像方斌和李赵华 可以随便的说 但对陈秋实 这么认真的一个人 我们也要认真的去对待 对不对 我希望判他 但是呢 如果要判他 我们希望能够判得 让他心服口服 让我们也心服口服 这是我的观点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了 啊 哈哈哈